一新兵翻加新兵在十三个星期的基本训练期中,睡的是硬土地,吃的是君良,因此训练一元笔,便急着想回家,好睡干净的床育,吃母亲的饭,到家的那一天,全家人热烈迎接他,他母亲更兴高采烈地说,我们已经准备好全家出门去露营野餐,好好为你庆祝一下, 二,解释顾客,服务生,请解释一下,我汤里面的苍蝇是怎么回事,服务生弯腰仔细看了看,说道,他在游泳,先生,他在游泳,三,闭嘴就没是一对夫妇在河边钓鱼,妻子总在一旁瓜糙个不停,没多久,有条鱼上勾了,妻子便说,这鱼真可怜,丈夫说,是哦, 找死吗,闭嘴不就没是了吗,四,我只是代班的,在路边,一个盲人乞丐带着墨镜在街上行乞,一个醉汉走过来,觉得他可怜,就迎了一百元吸他,走了一段路,醉汉回头,欺好看见那个盲人正对着太阳,分辨那张百元大抄的真假,醉汉过来一把夺回钱道, 你不想活了,竟敢骗老子,只见盲人乞丐一念委屈说,大哥,真对不起啊,我是替一个朋友在这里看一下,他是个核子,去上厕所了,其实我是个阿爸,我,是这样子啊,于是醉汉迎下钱,又遥遥仿仿地走了,五背书有一次, 小鱼帮公司的会计,拿支票去银行入帐,排了老半天的队,终于轮到他了,网络的银行职员接过支票看了一下, 头也不抬就将支票帝回给刘小鱼,说,背书,刘小鱼手足无躁,不知如何是好,尋思了一会儿,便小星背出,床前明月光,疑似地上伤, 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顾香,然后问银行职员,小姐,我背书了,这样可以吗? 六,小心肝,护士小姐经过病房,发现病人在喝酒,就小星提醒病人说,小心肝, 没想到那病人竟然落不可知地举杯对护士小姐说,小宝贝, 七手指搅拌在一家咖啡馆里,服务生级一位女士端去一杯滚烫的咖啡, 但她忘了搅拌池,女士端趣地说,服务生,我可没办法用我的手指来搅拌咖啡, 服务生听后,赶紧有级端上另一杯咖啡, 放在女士面前,女士,这一杯是温的,你应该可以用手指来搅拌了, 八,花园生气老师问台下的学生,课文中说,蜜蜂及花园增了生气, 是什么意思,一个学生回答,蜜蜂偷花蜜,花儿就生气呀, 大家听了笑个不停,哪学生理直气壮大声说, 笑什么,要是花儿不生气,哪来百花怒放呢, 九,该加油了,丈夫出门上班,太太叮咛道, 要加油哦,丈夫不声感动地说, 放心,我一定会好好冲刺,有所表现的, 太太提笑街飞地答道,我是雪, 我把你车子的油用光了, 十没有61位女士驾车已远远超出规定的时速, 从警车面前飞驰而过,交通警察追上去, 在大桥引渡上截住他, 警察一边拿出记事本,一边冷冷说, 你一开过去我就看出,至少有也六十, 女士,没有那么多,我只有四十出头啦,掌官, 是不是因为我今天的发型, 使我看起来特别老啊?